畫面上可以看到 警銷人員來來回回 透天錯的三樓 火車不斷從屋內窜出 農煙密布 消防員緊急布水現灌救 新北市盧州區永安北路一段 移動三層樓的透天錯 22日11點多 驚傳大火 原先三樓冒出火苗 沒想到之後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你在房間出來看 客廳都是這樣著火 沒有客廳 你就算 兩台 超過那邊都著火了 我很大 邊很大了 沒有 沒有 海小火 還有用兩個水去拖 可是來不及 屋主發現想要嘗試滅火 但火是迅速燃燒 屋內的四人只好趕緊逃出 警銷貨報趕到現場 透天錯三樓已經陷入一片火海 火車在20分鐘被撲滅 所幸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關鍵表示是在陽台跟客廳的中間 它放置在電腦電器的部分 就看到有火車穿出 燃燒面積約十平方公尺 初步研判已似是電線走火 但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